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家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富昌 氣候變遷對地球產生很大的影響 特別是最近這一陣子 讓人感受特別深刻 地震 水災 零火 颱風頻頻發生 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 災民更是苦不堪言 在這種四大不調 民不聊生的困境中 慈激志工積極深入災區 協助災民走出困境 在今天的節目中 我們有深入的分析 而天災人禍不斷的巴基斯坦 一直是一個很不安全的國度 塔利班等等恐怖組織 在八國境內橫行霸道 讓當地民眾感到沒有安全感 而為了保障人身安全 車輛改裝業者大發奇想 將普通的車子改裝成防彈車 卻生意興隆 未為其館 而在南半球的澳洲 除了野火問題之外 難民問題也讓新政府感到相當頭痛 新上任的總理 公布了嚴格的移民政策 限制新移民進入澳洲 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不過在雪梨的新移民 卻努力要融入澳洲社會 他們創造了一座志工花園 在這裡一起種菜聊天 成為新住民心靈交流的寶地 而生活步調緊湊 吵鬧的紐約市人 吵鬧和噪音是很普遍的現象 但是有一家餐廳 卻反其道而行 嚴格限制 顧客在用餐的時候不得交談 以創造一個安靜的飲食環境 非常特別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們來談談 國際上最近發生的天災 我們生活的地球 正面臨極端氣候的挑戰 地、水、火、風四大不調 例如菲律賓的地震 美國和泰國的水災 澳洲的森林大火 和日本的颱風等等 在菲律賓 7.1的強震 造成至少183人死亡 而除了道路橋梁倒塌之外 更引發了大規模的走山 造成130所學校 2000棟房屋毀損 大片土地隆起3公尺高 而出現了一道 綿延好幾公里的石牆 而美國的科魯拉多州 在今年的6月 發生歷史上最大的靈火 9月又遇上了百年洪災 種災區居民 又大多是低收入的農工 生活相當困苦 因此 持續人深入災區 給予關懷和復慰 而泰國水災 持續了將近一個月 種災區的淹水 到現在都還沒有消退 持續志工也前往當地震災 除了發放便當糧食之外 更提供了藥物和淨水器等等物資 來解決災區的衛生問題 另外現在正值夏天的澳洲 零火已經延燒了十多天 面積高達12萬公頃 造成300間房屋毀損 三人死亡 今年澳洲的野火明顯增加 這和氣候變遷息息相關 野火延燒的天數 也比往年增加了40%到70% 但是有一處野火 卻是因為炮彈射擊所引起 實在是很大的意外 而現在剛好是澳洲的多元文化節 慈濟人也利用這個機會 擺攤募款以協助震災 而眼看冬天就要到來 台灣已經慢慢脫離了颱風的威脅 但是日本卻正要和颱風大作戰 一星期前 唯怕颱風讓日本受傷慘重 現在竟然又有一個颱風正在接近日本 日本政府已經提高警覺 加上防台工作 以避免再度造成嚴重的災情 10月中菲律賓中部規模7.1強震 鎮央飽和島和鄰近的速物島不堪一擊 專家估算地震威力就向頭下 32顆日本廣島原子彈 183人斷送性命 遍布6個省的350多萬人 擔驚受怕 之後還發生2000多次 規模介於4.9到5.4的餘震 到處人心惶惶 強震摧毀政府辦公大樓 許多歷史悠久的教堂 也難逃被震垮的命運 儘管教堂已成散沙 帳篷依舊緊鄰在旁 信仰成了災民心靈最強大的依靠 菲律賓的慈激之功 除了發放物資更帶來鎮言上人的慰問性 翻成了當地方言 一封信 一首歌 還有一條毛毯 在在觸動受難者的心 菲律賓政府推遲原定10月底的村選舉 全力投入救援和重建進度 美國科魯拉多州連日豪雨釀成40年來最大水患 原本應該是典型的強烈乾季旗 沒想到大雨卻異常地整整下了一個星期 我認為這棵子 在我家的房子上的棵子 在後面的棵子 在這棵子上的棵子 所以這裡是棵子 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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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這裡有水 氣象專家說 從墨西哥北上的一股暖濕低壓 遇上墨西哥灣東岸扶搖直上的高壓 再加上洛基山脈氣流三重效應 造成水氣盤踞無法消散 帶來了輕盆大雨 根據過去報告 當地1976年的乾季降雨 只持續了四個小時 今年卻長達好幾天 造成的嚴重水患 應該是每一千年才會出現一次 一度形同孤島的里陽市 儘管道路搶通 但變調的美麗山城 災後成了居民的夢魘 雄石自衛和天主教會已經展開援助 慈激之工也在雄石自衛的協助下 進入勘災為後續發放蒲露 發放當天遇上零下三度的出血 非法墨西哥移民引頸判著物資限職卡 謝謝大家 二十位外洲來的慈激之工 加上十位當地華僑 從早到晚八個小時馬拉松式發放 淹水淹怕的還有泰國的老百姓 北流甫泡在大水裡將近一個月 北流甫泡的縣長 陪同慈激之工涉水而行 瞭解民生物資有軍警負責補給 就募集了二十台淨水器 安裝在醫院區公所及寺廟 防堵爆發水污染 另一個水患災區巴針府 此季基金會也動員兩百多位置工 一個月來送出超過一萬六千份的香蕉葉便當 南半球的澳洲夏天還沒到 野火卻提早報到 新南威爾斯省遭遇四十年來最嚴重靈活 除了一處可能是軍方實彈演習引起 其餘都與氣候變遷息相關 但是澳洲總理艾伯特卻言辭駁斥 他主張廢除碳稅促進經濟發展 也讓智力推動環保的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看不下去 但科技顯示明顯 當溫度上升 當樹液和土壤上升 當樹液變得更嚴重 更嚴重 南韓國 震驚利益角力戰無法解決燃眉之急 此季基金會把定位放在於受災民眾統在 利用參與新南威爾斯省的 多元文化節的機會 為靈火災民 募興 募款 我的孩子們都帶他們到每個地方 他們都很漂亮 所有人都問我們從哪裡獲得 所以我們也說 我們也提供錢 所以我們給予其他人 給予其他人 颱風在日本來得太頻繁 先有為怕席捲伊豆大島引發大規模山崩 現在還有雙台 范斯高跟利騎馬步步進逼 這個10月 日本居民過得戰戰兢兢 偏災所造成的財產損失 常常難以估計 但是人禍所造成的災難 往往也不亞於天災 巴基斯坦的武裝團體和恐怖組織相當猖獗 暴力攻擊頻繁 造成百姓生命不保 光是在克拉斯這個地方 一年就有兩千多人上升 而為了保住生命 當地民眾紛紛把自己的車子 改裝成防彈車 雖然改裝費用相當昂貴 但是民眾還是願意花錢來保命 這種新興的改裝車行業 社長反應相當良好 業者賺了錢 又保障了人民的生命 真是一舉兩得 不乎要再找到保障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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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團體作亂 巴基斯坦經常發生暴力事件 光是在西南部大城喀拉吃 2012年就有兩千多人 喪命於暴力之下 今年恐怕會更糟 嚴重缺乏安全感 讓一種特殊行業 在這裡蓬勃發展 所以車輛在巴基斯坦 只要是VVIP 屬於 像是政治人士和其他人 現在 巴基斯坦從過去兩年 郵zysta進來 只要百分之六千 medications 他们將財產 prendre filament 越個州坡 在巴克斯坦的车身上开始 戴着防护面具的工人 埋头焊接 这间工厂是喀拉吃 专门制造防弹车的工厂 与其说是防弹车 倒不如说是武装车辆更贴切 因为不只是防弹剥离 整个车身几乎全都要大改造 从车顶到轮胎几乎全都拆掉 只有金属股价和引擎保留下来 其他全部改装 每辆车光是改装费用 最高4万美元快要120万台币 并不便宜 市场上的反应却超级好 可以说是功不应求 现在我们没有能够 成为喀拉奇的购义 这比我们的预计 因为我们想要5-10个车 每月的车 现在我们已经超过15-20 所以现在我们在搜索 我们在搜索下的未来市场 是拉荷和斯拉巴 特别制造的武装车辆 是用制造轮船的焊接技术 安全效果比一般防弹车还要好 即使昂贵仍然让车主觉得 物超锁直 其实我感到很安全 我的家人在车里 因为家人在车里面 在车里面 是非常不同的经验 像车里面的车里面 我跟我的家人在车里面 我也不觉得安全 现在我感到很安全 因为我感到很安全 原本只有进口车可获准改装 现在由于需求量太大 巴基斯坦政府开放 让国产车也能变装 大家希望价格能逐渐压低 让许多自认有需要却买不起的人 也能有个让家人安心的逮捕工具 在天灾人祸的威胁下 有些民众被迫离开家园 逃到国外 成为难民 难民是一群可怜的苍生 他们生活在别人土地上 一切都没有保障 甚至会受到歧视 和不公平的待遇 真是辛苦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目前居住在澳洲的难民 大约有五万多人 但是澳洲政府正在推行 不友善的移民政策 除了要严格控管难民的人数之外 还要将托渡客运到 巴布牙扭几内亚的难民营 不让他们在澳洲落脚 澳洲政府这种敌对的心态 无形中增加的难民 融入澳洲社会的障碍 不过在寸土曾经的雪梨市 却有一座志工花园 难民们靠着这片都市绿洲 种植蔬菜 水果 自给自足 花园还变成新住民 聊天 沟通感情的场所 雪梨政府也透过这片花园 协助新住民 融入澳洲社会 让他们尽数展开新的生活 烈日下拿着锄头掘土 另外一头有的人蹲在田边 细心照料作物 这里是澳洲雪梨的郊区 你相信吗 寸土寸金的土地 竟然出现一块都市绿洲 就是这一位位志工 让这片原本荒芜的土地 变成一片生机盎然的花园 除了爱心志工 他们还有另一个特殊身份 就是澳洲新住民 费费尔是高中 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 来自难民家庭 许多经济条件不好的难民 住在狭窄又缺乏品质的环境 不知道如何融入新团体 但是这一片城市绿洲 让彼此有了连结 费费尔市高中校长说 因为这片花园 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有机会重新诠释新住民生活 他们可以学习更多 澳洲 学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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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学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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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片城市绿洲 运作相当成功 更有志工 因此取得原意证照 增加就业机会 费费尔市这片花园 并非澳洲的首例 更有地区结合训练计划 难民不只能学习语言 也学习在澳洲的社交技巧 对许多难民来说 要在一个新的国度 重新展开生活并不容易 尤其缺乏经济支柱下 根本无法摄取足够营养 身心俱皮下 让部分难民人觉得 生活过得艰苦 不过有志工花园为中心 新住民们能自己自足 为现在的生活耕种 也为自己的将来耕种 雪梨的志工花园 不仅是新住民 谈心解闷的原地 也是新住民补充蔬菜水果的小农场 具有多重的功能 接着我们来谈谈 纽约市新兴的零噪音餐厅 相当特别 谈到用餐 除了桌上美食 也要顾及用餐的礼仪 一般民众到外头用餐 通常都是有说有笑 闲话家常 根据调查 美国纽约市生意好的餐厅 用餐尖锋时间的噪音 高达96分贝 这相当于 营建工地的施工噪音 在高分贝的环境下 对耳朵是一种伤害 而为了改善用餐环境 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竟然出现了一家餐厅 订出了沉默试金的黄金铁律 禁止顾客在用餐时进行交谈 一旦不小心破功 就会立刻被请出餐厅 相当另类 法国巴黎这间餐厅 服务生都是盲人 顾客体验在身手不见五指的 黑暗中用餐 巴勒斯坦加萨的餐馆 从厨师到服务生 全是聋哑人士 手语点餐是唯一的沟通方式 想进入美国洛杉矶这间餐厅 请关掉手机和相机 纯粹享受食物乐趣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 也有一间独树一格的餐厅 店名就叫Eat 简单明了 小小一间店 看似平凡无奇 却坐无虚席 让纽约客趋之若鹜的 不只是餐厅标榜的健康环保 而是菜单上多了这么一条 噓 禁止交谈 我可能会比较多重点 吃饭 但我感到不开谈 在某个地方 我感到想要跟我的朋友Lucy 这家餐厅每个月会选 两个星期天的晚餐时间 定为沉默用餐日 顾客一走进餐厅 除了可以告诉服务生 是否对特定食物过敏 之后整整90分钟的用餐时间 都必须乖乖遵守 不能说话的规定 若是忍不住让话脱口而出 就会被请出餐厅 坐在外头的冷板凳 把饭吃完 少了说话的声音 刀叉碰触碗盘 倒水和喝汤的声音 顿时变得清楚又有趣 如此反其道而行 吸引顾客上门 是餐厅主厨到印度旅行的灵感 我们在学校的生活中 我们在学校中有一个小时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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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所以这种概念是在我的想法 从前菜到甜点 共四道餐点要价40美元 折合约一千多块台币 期间不能够交谈 吃尽嘴的每一口变得细嚼慢咽 单纯品尝食物的滋味 还有人开始冥想 转而与自己心灵对话 当然还是有人不习惯 用匕首画脚满足说话欲望 餐厅老板定出如此另类的用餐规则 就是希望每天被时间追着跑的纽约客 能趁着一顿饭的时间慢下来感受当下 台湾人相当热情 所以每家餐厅总是热闹滚滚 如果也限制顾客不准交谈的话 您会光顾这家餐厅吗 不过也因为用餐满目一心多用的结果 不断忽略食物的美味 一不小心就会吃太多 吃饭不说话 其实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概念 全球视野每天给您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